奥运奖牌榜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否能够体现当下世界的力量格局呢? 大家好,我是原在 打开最新的奥运奖牌榜 越看越觉得眼熟 中国后面这几位简直神了 一百年前排排战今天还是前后桌 除了玩谐音梗的澳大利亚 其余几位都可以说是 如假包换的八国联军原班人马 让人不禁感叹 世界列强金犹在只是格局改 事实上奥运奖牌的排名 从来都不只是奖牌榜这么简单 它的背后所体现的 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科研、文化、教育 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实力 即便是在运动员表现有所起伏的状态下 也能大致作为国力排名的参考 根据天眼查上的资料显示 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经费来源一栏 就包括了财政补助、上级补助 事业和附属单位上缴等多个方面 有充足的国家硬实力打底 才能成就出一个个突破人类极限的软实力成绩 一个和军事、政治、经济 都看似毫无关联的金银牌榜单 却可以意外地让人产生对于古典列强的遐想 可见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上 GDP排名世界第二 购买力评价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 以11斤、7银一同的成绩登顶金牌榜 并在此后的八届奥运会中 五次收获第一 直到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欧洲工业能力第一的德国 在狠人元首的疯狂动员下 拿下了唯一一次榜首佳绩 冷战期间的十余场奥运会 更是轮番上演着美苏二人转的时代佳话 在军事领域 你追我赶的离谱年代里 美国人那倔强的好胜心要求 在宣传口赢得比苏联更多的奖牌 与太空竞赛一样重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中国在1984年首次重返奥运会 就拿下第四名的好成绩 后来逐步稳定在奖牌榜第一梯队 08年北京主场强势夺魁 奥运会成了全民最火热的话题 偶尔看一看奖牌榜也能消失见位 疏解疲惫 如此一来也就有人好奇 关注奥运奖牌榜是中国的特色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不信你看看世界各国为了能名列前茅 而做出的花样操作 美国排名方式比较随意 主要看如何能保全自己铁打的第一 虽然奥运会只分胜负不决生死 但美国人不是第一 真的会令自己生不如死 于是乎金牌拿得多 就按国际奥委会的来 金牌比不过 那咱就比比奖牌数量 万一奖牌总数还是比不过 放心 美国人一定可以找到 让自己置顶的新方式 欧洲那边单个国家拎出来 还没有一个省大 所以有的媒体就开始花心思 众人食柴火焰高 把整个欧洲捆绑在一起 欧罗巴No.1 不过这一招对于身宽体胖的印度来说 显然不合适 而佛系的南亚大国也根本看不上 和任何人拉帮结派 他们更愿意手动置顶 抬高自己 谁说65名就不能第一个出现 其实最能玩出花的还得属韩国 无与伦比的好胜心 足以扭曲爱因斯坦的时空观 你打你的奥运会 我打我的三国志 不仅和印度一样选择置顶操作 还拉着自己的亲兄弟 与大表哥一起作陪 论体育界耍心眼子 韩国人从来都没怕过谁 可以看出 上到灯塔下之三傻 都认为在奖牌榜上名列前茅 是真的非常重要 那些说只有中国才关注金牌榜的论调 膝盖估计是生根长低上了吧 中国人对于奖牌榜的关注 其实很大程度上 都是被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社会逼出来的 当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结束之后 由英国人主办的英文报纸 自灵溪报 在刊登的一篇文章中 首次使用了东亚病夫一词 将任人宰割的中国和所谓欧洲病夫的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强行化等号 1936年柏林奥运会 中国派出69人代表团 参加30个项目的争夺 然而除了一位称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 其余人都在出赛中遭到淘汰 最终以全军覆没的成绩 结束了德国之行 就在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 当地报刊发表了一篇名为 《东亚病夫》的讽刺漫画 在奥运五环旗下 一群续了长辩 形容哭稿的中国人 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 从此 《东亚病夫》几乎成了这个世界对于中国的代称 西方人也因此认为 这个古老的民族 就是发自骨子里的腐朽 是人种账的先天残疾 是工业时代下的原材料掠夺目的地 是世界格局里任人摆布的一颗棋 可惜 自大的西方人只说对了一半 诚然这是个传续千年的古老种族 但却以近乎奇迹的方式 在短短100年的时间里脱胎换骨 1917年 《新青年》杂志上 一位名叫《二十八化生》的作者 发表了名为 体育之研究的著名文章 通过对中国肌肉现象的揭示 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体育的重要性 文中一句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虽然过了一百多年 但放到今天 仍不显得过时 《二十八化生》不是别人 正是毛泽东 1949年10月1日之前 中国是一个对外战争 基本没赢过的东亚病夫 而在此之后 却可以连续刷五常副本 并全身而退 坐稳联合国席位 这几十年来 中国是如何在困难中 蹒跚向前的 只有他的人名最清楚 古迹形象脱胎换骨的背后 是几代人的隐忍和坚持 让一个国家 在短短一百年时间里 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无疑需要非凡的能量 当中国运动员 中天使和豹山局 在东京奥运会 场地自行车比赛中 拿下第28块奖牌后 颁奖仪式上 两位冠军的胸前 各佩戴着一枚金色的奖章 非常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原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 收藏 评论和转发 如果你可以点点关注 那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咱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